Yo,我是阿H.大竞技场赛季已经出了好一段时间了 那我长枪也是打了好几把 今天这支影片我就想来跟新手的长枪推荐我的符文啦 还有这些属性 首先我们先从属性开始吧 现在我的属性都是点拳技巧 但是如果你是才刚玩长枪的话呢 新手长枪啦 我是推荐你点拳体制 因为拳体制你可以在战场存活的比较久 然后你可以比较熟悉长枪的技能 如果你觉得你长枪的技能大致上都熟悉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转拳技巧了 因为现在长枪跟战矛在目前的环境啊 主要角色还是以斩将为主 所以伤害对长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OK那么我的属性的数值呢就是这样子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OK那么接下来到了符文了 这个赛季的长枪是三个格子的符文有两个 一个是这个云龙探爪破格挡子效果提升30% 破甲效果提升4% 这个符文我昨天有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啦 OK左边是有放了破形之枪 右边是没有放破形之枪的 那么这个我涂颜色的部分是取了一个伤害的平均啦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放了破形之枪这个符文之后 它的增上大概会加了70的伤害左右 那那其实70的伤害对于这个游戏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主要这个伤害的来源是来自于后面这一段破甲效果提升10% 在我的测试伤害增加是7.02%啊 那么也接近10% 如果多做一点测试的话 我相信这个数值会接近10%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大致上会增加100的伤害 OK后面这一排呢是我假设比如我不带这个破形之枪 我带水之灵加三之灵的话 这里的测试结果是大概多了一个15的伤害而已 虽然这里还有其他的增加啦 比如说我们穿刺伤害增加 我们生命值跟防御值都增加 但我觉得这个增幅都很小 没有这个直接加一个100的伤害来的多 所以到最后我还是会推荐长枪带破形之枪 另外一个盛行之枪呢 七驱如零可使技能附带减速效果 七驱如零就是你长枪的普攻 也就是你的左剑 你左剑打到别人之后再放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就会有减速的效果 我自己测试的这个减速的效果其实还好而已 现在长枪非常难打出伤害 所以就算增幅一点点的伤害呢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带的 虽然这两个符文都非常的垃圾啦 还有另外两个格子呢 我就会带驱华之枪 普通攻击伤害值提升6% 破甲值提升8% 长枪有时候还是会打普通攻击嘛 所以伤害增加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简单那句啦 伤害还是伤害 有的增加就去拿 接下来到我们的头盔 头盔第一个 我带这个武将周围的敌方武将和兵团防护值降低5% 我觉得重点在后面的那一段 兵团防护值降低5% 长枪目前在打兵团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 但是如果带了这个之后呢 可以稍微弥补长枪的短处 另外一个我带这个加移速的 自身周围和友方呢 都可以加移动速度6% 敏捷对长枪来说很重要啦 所以我觉得加多个6% 可以让我跑得更快 可以提高我的生存能力 好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胸甲 胸甲第一个 我会带体力值上限增加100点 我不知道这是棒还是什么 现在我的体力值在950 我拿掉这个符文之后 我的体力还是在950 可能是我在游戏大厅的关系 它锁住了体力值 所以看到是没有变化 但我要说如果它不是棒的话 体力上限对长枪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长枪很多时候都需要翻滚还有跳 所以这个符文我觉得是必带的 接下来到免暴值提升55点 这个是专门来克制双刀的 虽然现在全技巧的长枪还是会被双刀一套技能秒杀了 装到这个符文之后 我们会比较高几率生存下来了 可能我们可以失血逃走或者去反杀这个双刀 最后一个直接带水之灵 我们可以有加一点技巧给我们的长枪 OK好 来到了靴子 靴子的话我带战坨归星 这个符文可以让我们在移动的时候治疗 有一个符文跟归星很像的就是焊体 这个焊体它也是可以移动中使用 然后可以恢复血量嘛 但是它是四个格子 而且它在这一次的更新被削弱了一点治疗量 我觉得这个符文虽然很强 它的战斗能力很强 但是我觉得不值得去带 如果我们带归星的话 我们还可以带一个啃石 破甲值提升2% 再加上技巧提升5点 所以我觉得长枪还是需要伤害啦 所以最后我会选择带归星 加上啃石 最后的部位来到护手 护手我会带狂雄嗜血 技巧5将后伤害值提升3% 最多叠加4成 死亡后清除 这个符文啊 你不要以为它很难去叠加4成 你从0到1的时候会非常难 但是你从1到2 2到3 3到4呢 会越来越简单的去叠加这个层数 原因就是因为你的伤害越来越高了嘛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越来越容易叠的 但前面我有说这影片是针对新手的嘛 如果你新手你觉得你斩将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带这个不倒 你击杀小兵后你提升防护值 然后再带一个水之灵 OK 但是我觉得你要打出伤害最后还是带四血啦 在最后我再多加一些东西给长枪的新手吧 这里有两个技巧我觉得这个赛季你们需要掌握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Q了之后跳 现在的长枪呢Q1是加你的移动速度 然后你在使用了跳之后呢 它可以取消掉很多的硬质 如果拆分了这个动作之后 它是Q 格挡 然后跑 跳 有四个动作 最后还要放开这个格挡啦 这个动作的原理就是我们要用格挡来取消掉Q的硬质 就比如说这样这样子 当你按了格挡之后 你的Q会比较的顺 然后第二步我们就要用跳来取消掉这个格挡 跳它可以取消掉格挡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助跑 所以是Q 格挡 助跑 跳 这四个动作 点起来就是这样子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你的长枪在格挡跳的时候 你是处于一个防御状态的 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刀盾 它用这个撞来撞我嘛 我这是在空中呢 它就会自动去格挡了 虽然我在空中是没有看到我格挡了 但是只要我一倍技能击中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进入到这个格挡的状态 接下来来到第二个 就是我们要尝试去打背技伤害 在我们E3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跳来取消掉这个E的硬值 如果我们不取消E的话呢 它是这样子的 它有一个大硬值在后面 我们还可以怎样 我们还可以用助跑跳来取消这个硬值 我们在取消硬值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一个很高的位移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跳到敌人的后面 这时候我们可以接一个普攻跟凹来打背技伤害 这里作为演示 我们可以跳去到后面 然后接一个AR 把两段的背技伤害 甚至我们可以打出了E3之后 跳去到后面开大招 像这样子 它的时间是重组的 我们可以慢慢来啦 说真的 没有必要太急 现在的长枪伤害真的是非常的低啊 所以打出背技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长枪来说 OK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 点个赞让我知道 感谢你收看 我是Hash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好 不 优优独播剧场上